其實這次大衛營會議日韓三國會議 可以說是順理成章或者水道渠成的 因為日本首相岸前文雄和新任的韓國總統尹錫悅 都先後去過美國 但是前後腳道 現在三個人真的齊齊入營 當然在國際上有很多組織架構 美日韓都是成員 所以每次藉著開會 開完大會開小會 也有雙邊的互動 但美日韓這個大衛營的首路峰會特別之處 它不是一個既定的組織 或者是因時制宜的組織 但這個組織也會起碼在短期之內 起碼在拜登任期之內會有一個恆常化的安排 過去要是美日 要是美韓 日本和韓國之間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力小遺留下來的問題 恩恩怨怨長期以來都沒有解決 美國促成他們走在一起 當然最主要是尹錫悅上場的取態 和過去歷任的南韓總統是不同的 願意走在一起 於是這次大衛營會議可以確定一件事 就是美日美韓兩個同盟是一體化 當然美日美韓的關係一直從大戰之後 有歷史淵源有現實的淵源 但日韓之間其實有很多的心病 很多的歷史情意結 但現在你面對客觀形勢的改變 令到日韓都要放低一些成見 當然美國從中去滑船 所以促成了美韓的首路會議 並且今次大衛營之會 也為未來一個佈局 包括美韓這些聯合的軍演 軍事情報的或者軍事聯繫更加深入 也都可能三國元首也都明年起碼 又有一個定期的會議 當然拜登能否連任另一回事 但起碼在拜登任期之內 大衛營之會將會有中閘或下閘 由於日本和韓國過去 因為真的交情不好 所以在一些導彈防禦系統上 是沒有聯繫的 譬如你那個彈藥的提供 水源、燃料 甚至乎兩個國家的安全事務顧問 基本上是不通的 現在以後定期常態化了 令整個東北亞的軍事形勢 是一個很大的逆轉 特別日本的科技、南韓的軍備等等 都強的 但如果你單獨國家而沒有一個聯通 其實這個軍事的結盟 所以這個也是類似北約化 如果你是盟友 任何一個盟友遭受攻擊 其他盟友就會支援 除了在戰爭狀態之外 平時的軍事聯繫也相當強 三個國家都有一個民選制度 他們領導人當然明白 有一個選舉制度 可能會出現政黨輪替 但站在美國的立場 希望建立一個即使政黨輪替 都不會動搖美、日、韓三國的合作關係 我相對這個關係比較牢固 因為無論要面對北韓的威脅 面對中國威脅 都是美國朝野的一個很大的共識 大衛營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大衛營有81年的歷史 1942年由當時的總統羅斯福下令興建 當時的名字不是叫大衛營 當時用了一個很美麗的名字叫香格里拉 這個世外桃源 這個人源於一本很有名的小說 也拍成電影 初期來說基本上是一個比總統休閒的地方 但美國人想一件事 想一個總統休閒的地方 休閒也不是完全放鬆 因為休閒是放下平時的雜務 所以是能夠清空腦袋 是專注於處理一些很重要的事務 美國的一種作息生活 是有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是想到更加長遠的事 究竟大衛營裏面有什麼大的人物 或者事情發生過呢 1943年 1943年羅斯福總統和當時英國首相很出名的邱吉爾 就在討論結束二次世界大戰 原來二次大戰的結束 主要的決定就是英美兩個巨頭 當然兩個都是一時進言 在大衛營的見面作出了一些部署策略 說到1959年當時蘇聯的領域克魯曉夫很厲害 跟艾森豪威爾也在大衛營 美蘇元首會面也是很歷史性的 是的 相當歷史性 開始美蘇有爭拗 當時美蘇的冷戰開始了 到了1978年 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就滑船以色列和埃及的戰爭 雖然知道在六日戰爭之後 當時中東地區的戰火是無日無日的 戰火影響到當時特別是油價 整個世界中東就是當時世界的火藥庫 火藥庫一失火就燃燒全世界 如何解決以色列和埃及為首 當時埃及是阿拉伯的領袖 如何能夠拉起來 當時卡特很厲害 卡特總統當時運籌維押 能夠用一個復和的策略 令兩國元首可以坐下來談 並且簽訂了大衛營協議 歷史上可能大衛營能夠繼續在歷史上留名 大衛營協議很重要 就是因為大衛營協議 所以卡特總統在他卸任之後 他專門搞和平的形象很突出 所以有什麼中通事務或其他需要他出馬 他通常都是一個和平特使 卡特做總統的時候 在國內都是一塌糊塗的 但在外交有成果 這個花生農夫很特別 他做總統表現平平 卸任之後反而表現得相當好 這個就是安法 你一個人的能力裁缸放在哪裏 好人未必做到一個好的總統 但好人亦都在適當時做一些好事 一個真正的好人在任何情況 無論環境怎樣惡劣 他都不會做壞事 在2000年的時候 克林頓美國總統克林頓厲害了 當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到七彩 克林頓居然可以拘捕當時的 以色列總理巴勒克和巴勒斯坦 一個最重要的人物自治政府的主席 就是阿拉法特 所以看歷史的戴衛營 其實是一個能夠修補關係 此色乾哥的地方 但這次美韓元首的峰會 在戴衛營來說 當然戴衛營的氣氛依舊 但是似乎所面對的問題 就是更加複雜 你面對兩個很強大 雖然是敵人 但可能是對手 一個北韓一個中國 所以這次 看看這次會議出來的聲明是怎樣 戴衛營和一般會議不同的不是開會 那談判什麼呢 出去喝杯茶 再談 吃個熱狗 燒一下牛扒 然後再談 不過是真的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以前採訪新聞也是 就這樣開記者會沒有什麼 我記得我當時採訪基本法起初工作 招招陪魯平和李侯神魂 很多東西可以聽 所以中國人的飯桌上的政治 很多東西 吃飯 摸一下酒杯底就可以談到 拿東西出來 這些東西 很多故事說 不過有些國家機密 不能隨便透露 是的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